你結識我兩億兩多一遍 期盼來到這天 遺憾絕斷可變 為多人物八面 來吧 Amber 美雪 是 積成不錯 我知道你的肝炎好得七七八八 就快出院, 所以特地來公安妮 是嗎? 醫生沒說我可以這麼快出院 其實你和Ben之前的事 我也聽過 所以我不介意和Ben 一起去陪你, 照顧你 但我覺得有些事情 好像越來越有問題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覺得我有問題 你可以不用理我 你不需要其他人 是因為你的目標是Ben 你不斷用不同的方法 令自己出現不同的病徵 然後流緣 我猜因為你是沒放下Ben 你想留著他去照顧你 但我是一個專業的醫生 我有責任找出你真正的病因 來治好你 聽誰說?我不要弄定自己 我身體真的有病 老湯, 你有什麼事? 沒事, 我想和病人聊幾句 你之所以有經驗 是因為你沒吃到 你應該要吃的抗老鹽後胃藥 還特地吃了導致經驗的Ease and Ease 你的胰島素急速上升 極大可能是因為你幫自己打針 令胰島素上升 還有, 你有肝炎 是因為你吃了大量的魚油丸 我知道你讀過醫 有大量的醫學常識 大臉等於你可以壓到全世界 你也聽嗎? 我看你不是自己 我真的有病, 我真的有病 Amber, 你聽我說, 你真是病 但不是身體的病, 是心理病 是望塞心心狀 不是, 不是, 你走… 你走, 你走, 我叫你 我不想見到你 你叫他走, 你叫他走 我不想見到他 你叫他走… 我不要叫他 我叫他吻他 super security 你叫他走, 我叫他走, 我叫他走 我叫他走, 我叫他走 我可以 不要等了, 說不定Ben 通宵留在醫院陪Amber 我也沒說等他 你這樣逼Amber埋死角 不過, 當年拆穿他的門超新心 他當然怕自己被醫院烹走 所以急著跳牆 看到敬戀藥還不停吃嗎? 不過, 多多聽說過 等他肝炎不好了之後 他就一定要出院 只剩Ben一個人相信他 不是自己正病自己 他當然是抱著他 不過, Ben這樣對你一定有他的用意 我都說我沒事了 其實我只剩一個藤給他踩 我也遇上這個後果 放心吧, 女巫一定會現真身 我撐你 我還是去睡吧 你是不是有話想跟我說? 我正在等你罵我 我很清楚你的性格 一天未達到目的, 你還是不會放棄 而且我說過 我不希望讓Amber影響到 我和你之間的感情 那就是你覺得我做得不對 所以你才不想跟我做, 是嗎? 你是想Amber被人趕出醫院 做傻事, 弄得沒命 還是她將來真的有病 都沒有醫院肯再收她 要她自己等死吧 我一直叫你不要撐 是不是我早就知道她的病? Amber, 你在這裡嗎? 那不用我AX救零小姐過去內科吧 讓我來就行了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行不行嗎? BEN, 我的樣子會不會很累嗎? 沒事, 站好 還是不好, 我塗鑰唇膏會比較好 我幫你找 不是這個, 紅色那個 吃那麼多藥嗎? 不要, 有些減肥藥, 有些藥藥 不用拿了, 走吧 我一直以為你覺得內疚 千千不想在她病的時候再傷害她 才會有這麼不理智的想法 原來早知道她裝被你也不出聲 還要我一次又一次提出證據 證明她是有病的 你也要繼續去縱容她 你這樣做好自私 你在浪費醫院的資源 你不是在幫她, 你在害她 你知道嗎? 或者你說得對 站在醫院的立場 又或者是一個專業醫生的角度 是不應該還用病人這樣做的 但是作為朋友的我 我更不想看到她趕到醫院 讓她自生自滅 總之我一天留在她的醫院 我就有方法治好她 你再不明白 她不是身體有事, 她是心理有事 她是應該接受精神科和心理的治療 就算劉炳燦你不顧一切 很細心地照顧她的話 你也不可以醫治好她 難道你不斷刺激她 甚至找藥是視她就可以醫治好她嗎 我只不過想盡快醫生 應該有個責任而已 好, 那就代表了 我和你醫治病人的方法不同 我一直沒有期望你去認同 不過我很感謝你 一直要你這樣包裹我 對不起 我想我包裹已經去到頂點 我想我們要冷靜分開一下 好 她們上來喝喝東西, 聊聊天就走了 你們喜歡做什麼做什麼?我會搬回家 美雪她是我師父, 我無論如何都站在她旁邊 我也支持美雪 作為一個醫生, 怎麼可以縱容病人假裝病 所以你們的女孩子, 婦人之見 美雪根本不妥奪Amber來搶Bang 所以才責行過馬 美雪也不是這種人 我也覺得美雪只是盡醫生本分 不過Bang也錯不完 她這麼為Amber著想 可能真的有她的方法去幫Amber 不妙呢?別這樣看著我 我就是中立的 她們倆的立場不同, 方法前也不同 一個是理性行事, 一個是感性出發 糟了, 現在美雪要搬回家 她們倆會不會弄得很僵 我認為濫戰的下部通常都會分手 不妙呢? 如果你跟阿吹水找不到靜緣的病因 我可以帶她去看其他醫生 你真的在質疑我的能力嗎? 你應該理智點, 認清這個事實 對靜阿陽, 叫她接受心理自然 為什麼你不可以體諒和憐憫 一個受溫苦的病人? 那就代表了我和你醫治病的方法不同 我一直沒有期望你會認同我 我想我的包園已經去到頂點 我想我們要趕快分開一下 停吧, 美雪… 美雪, 停吧, 不要衝我跳, 美雪 停吧, 你看你幹什麼 媽媽跟我說你吵了整個通宵 人家會虛脫的 你乖乖地洗澡, 休息一下好不好? 我沒事, 我想出身學 我想繼續跳舞 美雪 美雪, 你不要這樣, 好不好 你想說就說, 想哭就哭 你怎麼擺在心裡幹什麼? 媽媽, 你看我這樣很心痛 你知道嗎? 由我決定查Amber開始 我已經遇到九成這樣 你的底線比任何人都高 一個縱容病人扮病的醫生 你更容許不妥, 好嗎? 意見不合而已 冷靜一下, 遲點人就沒事, 好嗎? 媽媽不用擔心 我不會讓我情緒影響我的工作 為什麼我兩個女兒這麼固執呢? 你們越來越擔心你們, 你們知道嗎? 媽媽, 不要這樣 傻妹, 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好 我和媽媽都會在你身邊支持你 你又是, 這麼糟糕 你應該撲出去救火吧 美雪神祖和崔水華秘密行事 都成了定局, 我怎麼救火呢? 我是有心隱瞞Amber的事 所以我遇到美雪有這樣的反應 你是不是男人?拖泥帶水 怎麼會這樣, 怎麼樣?又是美雪走 你以為前度過程嗎? 我只是想幫Amber 而且她在香港沒人沒物 要治好猛橋心事症候群 是要很久的時間 治好人沒問題 你的問題是沒有跟美雪坦白溝通 現在說什麼都沒用了 等Amber康復才再說 她出座院一定不能再在伯母那裡住 所以我打算帶她去八十寶那裡住 起碼那裡有更多人可以照顧她 Amber, 你有沒有意見? 你不是吧?前度變二奶 還要登堂入室? 但我真的不放心 Amber一個人住在外面的酒店 我會哄她看精神科 讓更多人關心她 我相信她會很快很快 我當然不想失去美雪 但我更想要Amber的病 說到沒有, 還是我以前不好 所以才累了她 真沒兩頭 你怎麼會來的? 誠意兩難傳, 兄弟 終於另一半才是盡情盡義 就像A鍵頭一樣 她不會為了別人而放棄魚仔 而我亦不會為了別人而放棄我老婆 我為了這段婚姻 特地調去護士診所那邊 朝九晚六 我有時間安排小朋友 我老婆就不會炸我營 不會炸營就開開心心 我還可以和她拍拖 真是不明白你們年輕人怎麼想 動動動又說要冷靜 動動動還要分手 所以這兩天 魚仔去了陪美雪 希望勸到她 對了, 魚仔說有什麼新密碼 留給你, 在房間 我蒸完魚仔可以吃飯了 走 我真是想要吃飯了 在那邊 你ע到我 浩子 一件頭, 你上次在Locker拿到的相片 就是新的密碼 我猜你也留下相片, 魚仔 怎麼樣?第一天在護士診所做事 習慣嗎? 這裡雖然是跟心臟病人的案子 教他們吃藥和健康的飲食 但是病人也挺麻煩的 所以要打升十二分精神看著他們 不然就大件事了 不過我想今晚可以和你撐桌腳 什麼都醒來了 我還買了七點半飛機看電影 之後去補習社接龍仔酒, 剛好 對, 老婆, 以後我們每個星期 都會找一天出來叉叉電影 今晚我們一如吃一頓好的 就當是慶祝我們結婚之後 第一次的拍拖紀念日 不好意思… 遲了一點點, 我幫你看 過了中午了, 醫護都要一整天 不如你們再約吧 不看爸爸, 我都說不趕過來 弄得我生氣不接客氣 你這麼客氣不聽人說 昨晚大通宵牌打到今早 現在心很疼, 這樣負責看就沒事了 我勸你們幫忙看看 算了, 下次你們準時了 謝謝… 難怪你老婆這麼擔心你 你之前來覆診那幾次 都說你血壓、血糖、膽固醇都很高 這次也是不例外 正常人血糖指數大概是四至六 好, 而你呢, 就是十四個最低限 其實你有沒有聽我們說 注意飲食, 戒煙、戒酒 男人出來工作, 應酬多 吃煙、喝酒當然少不免 怎麼猜得這麼多 不是那隻壞東西緊張 我都廢話來檢查 你老婆, 只是關心你而已 拜託你聽她說吧 這女人懂得什麼 怎麼了?你心口不舒服嗎 不知道為什麼呢 這幾天的心肯是硬著硬著 我之前做過肺腫瘤的撤除手術 不知道關不關事呢 應該關不關事 我把肺腫瘤塞了, 還未定 媽媽, 你沒事吧 不用怕…快幫你叫醫生 心臟導管檢查發現 被通波仔藉進的四條支架 全部都塞了 再加上一個ECG不太正常 有持續缺氧的跡象 我們安排了明天會幫你做 搭旗手術 做手術?我不會死的 別逃我死了, 只是小手術而已 住三、七天就能出軟了 你別在這裡哭苦哭忽 不要緊, 趕快放進去 幫我買毛巾牙刷 算了, 你好, 走吧 好啊 羅太太, 是呀 剛才你衝瘋了頭, 留下手袋 謝謝你, 謝謝… 真是大肚子, 這麼重要 你也留得下 那我先走了 醫生, 我的手術 可否過幾天才做? 你因為四條肢瘤塞了 不是, 血流不通, 所以才會心狡痛 如果不做手術 很大可能會心臟衰竭 隨時有心命危險 幸好南姑娘及時送你來 年中有不少人在家有心臟病房 送到進來已經太遲了 我明天老婆二十一歲生日 我答應了帶她滴滴來慶祝 她十八歲嫁好的時候 已經說很想去 但是我那時候怕她不肯定我 為米櫃都要這樣好 但是現在我怕沒機會 生死無常, 愛就要愛得及時 時間不是永遠都有 機會不是永遠都擺在你面前 不過無論如何 我和楊醫生會盡力幫你 楊聰, 這次手術的難度這麼高 紅針的線還有頭髮 Dr. Chin也肯讓你幫忙, 你要加油 我上次這樣對你, 你不生氣嗎 可能是我做了點事令你誤會 其實我只是在守護我要守護的人 明白, 我也想清楚 我和珍珍的感情根本沒開始過 雖然我經常寄東西給她 跟她上網聊天, 或者只是一種習慣 反而我對車車有一種牽長掛肚 患得患失的感覺 雖然我們經常見面 但是她每晚都出現在我夢裡 我很肯定車車才是我所愛的人 那珍珍她知不知道嗎 早幾天我發了電郵跟她說 不過她沒有回覆我 我看她每天都要更新社交網站 分享她多姿多彩的生活 心情應該沒有受影響 那你什麼時候才會跟車車表白? 放心, 我不會再拖泥大水 因為這次的手術啟發我 不過, 生死無償, 愛要愛得及蝕 時間是不會等人的 我已經蓬了兩種血管 還剩下兩種交給你 我たいست, 想要怎樣 只要 paying, 休息下 我會不會再拖泥大水 主要 並且讓你約我 然後再拖泥大水 我不會再拖泥大水 還是會讓我回家 先喝點車 輪到什麼事 串點車 我像一般 跟車車 哪含有 什麼東西 這樣 讓我去 吃到超聲波, 見到LV的合作 好… 太棒了 先生, 你先生怎麼樣? 不用擔心, 手上很成功 謝謝 謝謝 你不是說要愛得及時嗎? 你還站在這裡幹什麼? 對 今天這頓我請 多謝大家經常推著我到處去 幫我適應鄰居生活 Justin, 你真是客氣 對了, 我聽媽媽說 你控制鄰居控制得很好 而且在上面跳舞還很流暢 其實要控制鄰居真的要用很大鼻力 你還可以在上面跳舞 我真的很佩服你 可能是上天給我的考驗 要用另一種方式跳舞 用另一個角度去看這個世界 最初我也覺得是惡夢 不過原來也不是很差 各位 你好, 各位 你好 問這麼多幹什麼? 看你走得這麼快 肯定不會來找我和尾仔吧 我本來約了車車 不過他約了你們高下午茶 我就口著臉皮來 想搭檯, 是不是? 好吧, 侵埋你吧 來 不要了, 奶奶 奶奶, 我答應媽媽要帶Justin回去吃飯 我們差不多離開了 這樣嗎? 你們有下場不如我? 難得洋蔥來到嘛 你就陪他喝東西吧 我們走了 好, 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 慢慢取搜吧 再見 再見… 車車, 我在前面訂了一間餐廳 東西很好吃, 還是自製, 應該適合你的 你有話想跟我說嗎? 這間餐廳的氣氛很好 我們邊吃邊說吧 下車, 走前一點就做到了 這麼急著下車, 很容易拿牛仔的 慢慢來 不要緊, 我們下一個站才下 走回頭也不太遠 車車, 走吧, 走吧 車車, 這個站還不下, 要走很遠 很快, 等一會兒, 麻煩你 下來了, 走吧 待會兒段路的風景很漂亮, 我想先看看 車車, 不如我說個故事給你聽 好 以前有一個女孩, 她很喜歡乘巴士看風景 有一天, 她發現沿途的風景都很漂亮 在她眼前出現了一個充滿聖結陽光 和鮮花盛開的地方 但由於這個女孩, 她還沒來過這個地方 她很猶豫, 沒下車 那巴士就繼續駛去下一站 之後的巴士又在停站 那裡有一條清泉, 綠草如茵 有一股小精明, 很勤力地在做事 但那女孩又再猶豫, 又沒下車 最後, 巴士駛到陰暗的油焗 那女孩以為司機會洗回頭腦 但是司機跟她說, 這個已經是中站 之前的天堂、仙境, 你也沒下車 剩下的就只有地獄 你是不是說鬼故事? 車車, 我想告訴你 有些事情明明放在你面前 如果你猶豫不決, 不肯接受的話 結果就是蘇州過後沒聽到 不是每一件事都可以等的 我告訴自己, 如果認定了一個人 就不會再浪費時間去等 但是我覺得等也不是一件壞事 但是人隨時連等待的機會都沒有 我們接觸這麼多生離死別 可能我下秒鐘就會發生意外 我不想死之前才後悔 自己從未試過好好愛一個人 我不想再等, 因為我明白 我明白, 愛, 要愛得及時 姐姐, 我喜歡的是你 我要做的, 已經做完了 現在就在等你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陪在你身邊 和你一起看以後的風景嗎? 在恨就恨就恨就一切 你離開我, 去養空耗殘 你擁有我, 我擁有你 馬桂建豪, 車車終於接受我了 由今天起, 我楊佩聰再不是渣男 而是一個幸福的男人 家恩愛又一個 溫柔賢淑, 令人如沐春風 好像選美冠冠一張這麼漂亮的女朋友 恭喜 怎麼了? 又踏文西上身去玩解馬 解馬遊戲挺好玩的 不過沒想到之前有點頭痛 翟哥 這張照片應該是中低角度拍上去的 應該坐在椅子上拍 難道是一張鱗椅? 今天我和魚仔他們喝茶 他身邊有一張吉的鱗椅 我問他是誰的,他沒回答過 你很自賊 你擁有我,我擁有你 不好意思 我擁有你,我擁有你 我擁有你,我擁有你 抱抱 其實我很久沒有彈琴落 所以我擁抱一張手也抱歉 你擁抱一張,來幫忙 糟了,美冠師是不是照顧很噁心 行了, 練了幾個小時就行了 總之怎麼辦 我只希望到時候不要出醜就好了 到時候觀眾是病人 病人生日會, 又不是武林大會 為了我這次辛苦你 總之我自作業 你很記住你答應過我什麼? 你肯答應我, 替我跳舞做我班? 你說什麼都行 美人計給你搞定了 不過辛苦點, 要損手難腳 冷周熱風, 還要袖手旁觀 這個就是你 好…有點肚子, 不如吃點東西 你吃點麵 出去吃得到吧 來… 就是說你早上摺了洋蔥 我沒想太多 但是他那一刻很真心 他很有誠意, 所以別拒絕他 無論如何, 我也希望你會有個幸運 他們說他吃宵夜, 你還沒出去 我已經吃了東西, 所以不餓 我想多點一會 我幫你買 好 剛才我看你彈的Middle C 為什麼這麼用力? 因為我以前家裡的琴 Middle C鬆了 所以要用力才彈得有聲 現在習慣了手勢 就知道了 好… 先生, 這部琴有個琴 看見你鬆了 如果你不介意, 我可以便宜點賣給你 來吧 好 一、二、三, 燒 搞定 來, 吃 這個琴的Middle C的部分 有點鬆鬆 要大力一點彈才會有聲音 你試試吧, 應該會適合你彈 來吧 大家好 這個派對是不是很燃鬧呢? 接下來有兩位我們認識的朋友 跟我們跳一支舞 他們就是David和Moon 謝謝 你沒事吧? 沒事 再來 好, 很精彩, 不如說幾句吧 好, 很感謝大家的掌聲 很高興可以今天在這裡為大家表演 其實接下來的日子 我將會和大家一樣 會在這間醫院跟病魔對抗 跟他們搏鬥 這件事, 我很想感謝一個人 一個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就是站在我身旁一個這麼漂亮的女士 孫曼玉小姐 很棒, 一肥一瘦, 真是完美 大家很開心, 想不想再開心點 再熱鬧點 好… 我們請諾文生醫生出來 和向千怡醫生出來一起彈琴, 好嗎 好… 知道嗎? 看來你的心情好花很多 是因為成功幫我妹妹和David伴奏 還是因為這個琴? 兩樣都是, 今晚全靠你 我才可以完成這首歌 你還送佛送到西, 總之謝謝你 不用客氣, 其實我只是借花敬佛 你有沒有在家小時候的琴? 我認得一條狠 不是真的這麼巧吧? 小時候阿輝和他爸爸來家弄一盞水晶燈 誰知道這盞燈突然掉下來 還差點弄傷我 幸好阿輝跑過來幫我擋住 不過玻璃碎掛了一部琴 阿輝還受傷了 我們倆都是這樣開始的 這可能是他送給你的禮物 用另一種方式告訴你 他守護你 一定是, 一定是阿輝給我的信號 其實如果不是我遇到這個琴 又或者這個根本不是你以前的琴 那你是不是就會沒那麼開心? 上次的風鈴聲救你算是一個奇蹟 這次的琴也算是一個奇蹟 但是你到底需要多少個奇蹟 才認識到其實你可以在這個世界上 有健康、有心跳、有呼吸 可以看到日出日落, 聽到風聲海浪 其實已經是上天比你最大的恩賜 阿輝已經死了 無論他是不是給你什麼訊號 是不是真的守護著你 你也要生活下去 其實你身邊還有很多天使守護著你 譬如你爸爸媽媽、你的親人 你的同事、朋友 MRI和血管造影報告已經出現了 證實你的腦近運動神經區域有ABM 動靜脈血管K型 你之前暈倒是因為這條K型血管 有微量出血引起 為免情況再一步惡化 我們建議你馬上開刀做手術 就是不是癌症? 不是家屬造就 雖然不是腫瘤 但是K型血管很接近運動神經區域 在手術的過程裡 有機會相及神經 這樣就會影響你日後的肢體活動 以及語言能力 沒錯,我們建議你做Avacrinotomy 清醒開腦手術 這樣就能夠更精確觀察腦神經功能 將後遺症風險減到最低 由於整個手術過程 病人的神智是清醒的 除了要承受一定的壓力之外 還要跟手術團隊以後很密切的配合 心理質素要相當高才行 如果你同意的話 我們會詳細講解整個過程給你聽 不用怕了,你會沒事的 我不是怕,我是捨不得 我的頭髮已經十幾年了 她還要… 頭髮可以長過,你別想到沒什麼 對不起 還有,你騙了我跳舞 我還沒跟你算帳 對不起,其實我…我還想貪心一點 滿,其實我想你和Norman兩個 可以平心靜氣地坐下來聊天 但是你事業人一個可以幫朋友 無條件地治療情傷的人 為什麼會在你心裡 在你口裡 不會有一個這麼無情、這麼冷血的人 如果我的病可以幫你們倆改善關係 又可以幫你及時幫芊怡治療情傷的人 我覺得我的病是值得的 我做醫生這麼久 還是第一次見過病人 病得這麼開朗、這麼開心 還可以守護其他人 不知道,我很喜歡這樣 其實一直以來,我有手心理準備 以後的日子可能要坐在輪椅上 所以今天趁著車車陪Justin 我想順便嘗嘗試吃驚 傻女兒,難得你這麼看得開 無論如何,我都會陪著你 魚仔,你有堅強嗎? 我們大家互相支持 謝謝 請坐 張醫生, 為什麼你會坐輪椅? 我今天做實驗, 不用理我 聽說你們今天來跳舞 我特地來捧場 謝謝你 雖然Justin不可以跟我們一起跳舞 但我們也會繼續努力 所以我們現在改了一個對名叫 Justine Forever 張醫生, 不如我拖你前一點 看看清楚一點 不用了, 我自己行了 七, 五, 一 禮物拿到, 就是說開了一個鎖 怎麼樣?這一回合的解碼 你昨晚有沒有從中享受到樂趣? 當我坐著輪椅 看到七五一這三個數目字的時候 我一點都不覺得有趣 因為在那刻我才發覺 你比我想像之中堅強 更能夠接受自己的病 而我最近就像驚功資料一樣 沒有好好守護你 我一點都沒有怪你 我只是希望你可以學會放鬆 不要什麼事都想上身 要對自己好一點 我答應你, 以後無論遇到什麼事 我都會像你這樣樂觀、積極地面對 你說的 好, 我們做一個勾手指尾的手帽 放在房裡, 警惕你, 提醒你 好, 等我替David做Wick Craniotomy之後 手帽成功就代表 以前專注工作的一件頭已經翻了你 以後沒什麼再難度我 這個手帽對主導的要求很高 不僅時間要掌握得好 而且也很考團隊的合作性 但是老公, 我相信你一定行 acci弦記錄啟 新一張爭何時離我分開 可否改社特裁 離我當初還相愛 只可惜傷窄難易Sub 伤感的下载 永远未帮 我会收改 如果 当我没透分神爱 紧张布置 如果 不必会再猜疑 如果 将对白雪的平和 不加讽刺 如果 真的 可有 下次